好 這個當然一輩子 碰到這樣的狀況 當然是 機率是小的 可是如果你有所準備 搞不好就救你一命 是 那麼這個當要逃生的時候 要什麼樣的穿著 其實是適合逃生的 來 我們稍微調解一下 因為每一次受訓的時候 都會跟我們講說 像你看你現在看到的 就是一個連身裝 在受訓的時候 為了要防止我們自己 不會受傷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都會穿這種連身的衣服 那像你看比如說 像剛剛市務長 有講到就是亞洲的航空公司的話 因為最近不是一直在吵說 大家應該要穿褲裝 褲裝 比較安全 那絲襪其實在高速滑行的時候 也可能因為燃燒 或者是黏在皮膚上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非常的危險 那另外的話 我們 可是庫服員好像有穿絲襪 對 亞洲是怎麼辦 這個就是為什麼後來 其實大家都會說 希望可以穿長褲 有得選擇嘛 因為有時候這樣的話 確實工作上面來講 長榮航空 女空服員最近在爭喔 爭說要改穿長褲 民航局已經有下達命令了 也應該啊 安全啦 我覺得可以選擇這件好事 選擇是個好事 那再來的話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如果飛機上的話 有足夠的時間 我們是會引導旅客 先把這些尖銳的物品 收納到你座位前面的口袋裡面 你避免說我們在逃生的時候的話 會產生一些阻礙 眼鏡要拿掉 比如說您剛剛說的 no baggage對不對 沒有行李 行李不可以拿 對 然後高跟鞋要脫掉 然後絲襪 那高跟鞋脫掉就打赤腳了 是 可是總比你高跟鞋 刺破了我們那個 消氣了又來得好吧 對 那是多危險 是不是 然後再來的話 尖銳物品要拿掉 那個呢 戒指 戒指 對 全部都看到了 尖銳物品都拿掉 這個要抓 手錶全部都拿掉 可是這個手錶很貴 沒有關係 要拿掉 我們一定要拿掉 所以你看到連髮夾 然後眼鏡 然後耳環 然後你的項鍊 怕你會扣住 髮夾也要喔 對啊 會扣住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原子筆 筆的話有可能很尖的 然後再來 皮帶呢 對啊 皮帶這個還好 你看這邊看到了 就是所有這個所謂女性 女孩子喜歡的叮叮當當的東西 全部都要拿下來 然後手錶也是啊 然後你的這個 你喜歡掛的手環等等 這些都是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時候 我想應該最重要的時間的時候 如果時間不夠的話 我們就會只會說大的東西 比如說行李不可以拿 因為你行李一旦拿了 你就會阻礙別人逃生 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高跟鞋 因為你的高跟鞋的話 萬一真的很堅韌的時候 你刺破我們的救生法 我們就完蛋了 對 對不對 大家直接這樣跳下來 像剛才祭師大哥講的 有些是很高的耶 是 對啊 那種刺破 那不是等於從五層樓摔下來 而且我覺得其實高跟鞋 你真的就是 就算沒有刺破 你滑下來的時候 你一定會牛到你的腳 是 這個滑行車真的是 非常之快 快 對非常快 那瑞秋你說你曾經發 碰過飛機上發生火災 對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當時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真的是心有戚戚焉 可是這一件事情 比我當時遇到的還要更危險 我當時遇到的情形是要準備降落在桃園機場了 然後呢 從日本回來 對 從日本回來 要準備降落到桃園機場了 所以在機場說一萬以下囉 然後我們就開始收東西 倒牛奶 就覺得心情很開心 要準備回家的時候 這個時候突然間聞到機艙裡面有奇怪的電線走火 或是什麼煙味 燒焦的味道 對 煙味 但你就覺得說天哪 怎麼可能會有煙味 對 所以我當下就立刻打電話給機場 那個煙味 吃粉的煙味 跟電線走火的味道不一樣 對 可是那個時候 你真的很奇怪的是 那個味道是那種悶燒的味道 所以你還搞不清楚 那我心裡面心裡想說 不會是電線走火吧 因為電線走火非常危險 所以我立刻打電話給機場 就說現在的話 我們在什麼什麼位置 有聞到這個味道 因為我那一天的話是Leader 所以我當下就立刻報告給機場 然後我才打給座舱長說 有關於這件事情 機場聽到了很慌張 因為機場第一天來 第一天報到啊 沒有 他第一天來台北 他第一天飛台北 他第一次飛台北 然後那一組員的話 第一天飛來台北 正在開心 想說下塔的時候的話 大家可以去按摩什麼東西的 所以你知道那個心情是開心 怎麼突然間接到一個 裡面有 居然有發生火災 那我就另外請一個空服員 去幫忙確認火源在哪裡 還好他非常有經驗 立刻跳上跳下 結果就發現原來那個火源 那個味道的位置 是來自於一個座位 座位上面有一個 十二歲的小男孩 然後呢 旁邊是他的母親 那你就想 好危險 先把乘客移到商務艙 我就立刻把他們移到商務艙去之後 然後他們再去確認火源 才發現真的就是在那個 小男孩的座位上 開始在冒煙了 那我這個時候的話 因為我是Leader 所以我當下就要告訴 其他的組員有這件事情 並且請他們把滅火器拿過來了 那滅火器拿過來的時候的話 你要開始要滅火對不對 我要先確認 我就在走過去確認的時候 你知道多危險 那個火突然間就這樣 燒到我這邊來 又在我的面前 直尺 我就想到 怎麼會一下子燒這麼高 然後當下的話就拿了 那個滅火器 開始滅火 那那時候的話用了兩瓶的海龍 所以另外的話就有人趕快來支援 然後再滅了另外一瓶 因為我怕那時候是電線走火 我還不確定是怎麼發生的 所以我就立刻撕開了坐墊 再一次滅火 滅火完的時候就聽到機長做廣播說 現在已經要準備降落了 請所有的空服員全體就坐 我就要跟大家講 而且他的時間超趕的 我超趕的 從Security check到Landing 你沒有幾分鐘 沒有幾分鐘 對 然後呢 我就說大家先趕快坐下 因為我是Leader 我必須要全部都弄完了以後 我才能坐 然後我又怕那個滅火器亂飛 對 我就把他丟到廚房裡面 lock起來以後 扣傷安全帶的時候 胖胖 已經落了 對 就已經張開這樣 差一秒到兩秒 一秒到兩秒就這樣 可是火柴怎麼會在飛機上 那個時候我們在檢查的時候 才發現說原來那個事件報告說 是一個打火機 那個打火機是一個自動打火機 可能是從客人的口袋裡面滑落 然後到這個夾在乙縫當中 所以當我們請客人 把乙背樹直的時候 他壓在那個自動打火機的 開關的位置上 就一直開始悶著 這不是他戴上去的 不是那個十二歲小男孩的 那個不是錢的 那個已經不知道 是從哪一個扳機上面 遺落下來的 但是一直夾在那個縫 對 好像絕命終結戰 真的很可怕 我自己沒有戴 然後前面不知道幾梯的人給我戴 然後最後是我在這裡 我那個時候真的就是人生跑馬燈 我心想說我的人生跑馬燈 這個時候出來的時候 應該就是上帝要告訴我 我的時間結束了 而且很奇妙的是 我前兩年的復訓 都抽中機上面火 Cabin Fire 兩年喔 你看每一年大家都期待說 要抽那個就是Case的時候 我都好期待說 我可以抽到那個水上 因為我很愛水上的 那個detach那一段 那飛機上你們後來 有趕快再去收嗎 還有沒有其他打火機嗎 就是在那個飛機上 然後包括所有的機型 全部都一起檢查 然後發現說原來有這麼多 遺落的打火機 可是打火機可以帶上飛機嗎 不行啊 那一次 就是在那個隔天的早上六點 我就被問這個問題 對 民航局的那個 長官們就考我這一題 說打火機可以帶上飛機嗎 結果答錯 我說不行 因為我覺得飛機上不能嘛 只能帶一個 對 但是你知道 你沒人沒睡覺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對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子被他引導 他說 親愛的你答錯了 可以 可以 因為有人在飛機上偷抽烟 你覺得他是怎麼點火的 對喔 不是 這段哥可以這樣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了